中秋高金丹 這批文章開出的時 今年中秋節也過去了 我算是過時未來日 沒什麼事啦 不過,每年都有中秋 這批就算作是美女的投稿好 我們古代的中秋 跟過年沒什麼關係 電動是跟媽祖母有關係 我們那時是農業社會 國的節日都跟身邊有關係 中秋加節 媽祖母每一天輪流到國政頭順序 那天國政頭都要辦行列 來祭拜媽祖母 晚上還要請人家到老年 那時,成功費都做完了 所以我們六百人帶我去親家島 去給他們請 大概每年都有一、兩次 我們整理的媽祖母過頭是八月十時 也是拜媽祖請人家 沒人拜過年有請相互 那天,如果沒去給人請 就是在家裡吃過餅 年年都一樣 就是一個人一塊冰雪餅 沒人家一塊 那時的祖母人都這樣 有一半生日請親民給人家 就是沒人買更好更多的餅餅 出外特色的時候 一個董哥的老婆是民意代表 中秋加節時 有一堆別人送禮來的外面 他說他們家裡的人都吃到餅 這讓我想不想 外面那樣好吃 比較多餅餅 後來 拜神的方向我都知道 請人家的方向都沒有去 外面的款式有比較多 偏心也有生金 不過 所以每天我找出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 中秋行馬 有一個年 我開車回來 在爬爬的行馬路 有幾個人在行馬邊行馬 車載過幾乎會影響 這樣行馬是不是記著一遍 而行馬會珍珍 跟有心情相悔 實在是無話先進步證著 現時急著讓我有車 行馬的地方 中的山區 比較空 比較幾乎的地方 這個公正就不去了 不過 中秋行馬實在是太過時期了 因為吃過餅 都漸漸不去 還有 修圖放出來的空氣汙漸 都越來越嚴重 風俗會改變 不過吃過餅 行馬的風俗 換作行馬的風俗 這敢是好風俗 給你解釋 幾年前的中秋節那天 我爬爬爬爬有機會 在林家飛行表演 飛行方面 希望我們演出 跟中秋有關的戲文 由修圖老師隨時決定 不演 離夢中的故事 原來這個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八月十五是中秋 千金收拼手球 手球拼在夢中手 上夜打我不太流 有時候啊 我們吃行馬以外 也要吃一些文化的牛舌